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議員主席 食康的文化 在我隔壁的日記事員 理事發康的文化 現在讓我介紹食康便宜 食康主席 職康主席 庫便 康宗堯 庫便 庫便 蒙祖华 便 鄭思恆 康宗堯 主席 主席 為役家 第一位 林詩琦 第二位 林詩琦 第二位 林詩琦 我們很高興所有三位朋友會有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香港大學業界面對隊員李玲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雷頭雙眼電力隊隊員李玲小姐 東北海宇宙學院電力隊員李玲小姐 東北海宇宙學院電力隊負責老師王毅老師 檢查比賽分主變 公變一負二負自由變率及劍變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 3 3 4 公變四方兩分鐘 自由變得四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 提出前三秒會有一丁啟示 九中會有兩丁啟示 超時15秒則會連丁幾下 在賽規演法補級部局參賽學校 如果比賽現場出現任何問題 Optics會暫停比賽 加入雙位朋友就長過重創卷 三個位置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定方 在賽規演法補級部局參賽學校 準備打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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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醫生沒有醫務就在攻打醫院到醫機場 但沒有醫務不通就沒有醫 今年的醫護不足已經去到非常時期 社會希望醫生盡天氣 留多幾年祝福同虎大眾 難道不合情理嗎 我方的方案亦不是要往醫護一輩 而是參考這件事 最悲滿地陪伐醫生的服務最低延期要求 加上因應不同專科的需要 往第一至五年 與此同時 我們還需要高管齊下 只因本地醫療制製問題複雜 絕對單靠一照未解決 亦正因而此 但凡可以幫助市民快點看醫生 減輕醫務的壓力 提升醫療質素意義 都不應該說過 最後 順便有幫 有甚麼方法給我方意義 更加難做到 即時有效地補充人手 以及持續長期的保障人手呢 如果沒有 今天天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不想扣分 接著是下方主邊 有四分之間 他有同意的精神一點 主席評判盡學位 大家好 有方說強制你 可以填補珠波人手的空拳 但在手段和承托兩方面都出現了問題 第一 我們先在承托 有方說強制酒邊 可以填補珠波人手的空拳 醫護帶可以不走專科 實際 走去私餘用普通的註冊醫護 都可以走去海外做專科 反而有機會加劇 公務員人才流失 根據議員 醫院衛生界立法會議員 林哲宛的調查 局成醫生反對強制的公務 和一定期 為甚麼都會必須不高級地留下 而非令到六成醫護反感 例如走去海外發展 大劇人才流失呢 第二 首段上 有方覺得為了填補珠波人手的空拳 就可以無所不用奇蹟 忽視醫護的權益 但醫生專科培訓時 已經需要強制在公務員服務六年 甚至根據食物扣貴身局一百一九年的數據 有八成二的醫生專科不業之後 進入了公務員都會肯致免服務多六點八以上 才再走 不知一個醫生會在公務服務足足十二年 為甚麼供應了那麼多年都還不夠呢 按照有方邏輯 貴求填補珠波人手的空缺 就可以不是醫護權益 那麼強制醫護專科業之後 無條件系公務服務 才是最能夠填補珠波人手的空缺 又是否要這樣做呢 而審視別提成難與否 就是在強制下會否導致更大的人才樓室 並且合乎醫院政策定難的品質 我方法對面提到原因有二 第一 家企人才樓室不理醫院發展 現時公園出現了珠波人手不足的問題 雙方都有徑徒 但強制下 只會導致三條路 以至家企人才樓室 第一 醫護直情無俱醫科 加劇人才樓室 二 不考註科轉做普通的註冊醫護 無效解決專科人手不足的問題 現時看私院做普通的註冊醫護 申請給在公園做專科醫護 有機會率更高 強制下 只會令更多醫護直情 不考註科 不考註科無效解決專科人手不足的問題 走去私院做普通的註冊醫護 加劇公園的入場室 根據醫院局議員的數據 在公園做諸科護士 申請有機會剩下55,000元 但根據私院香港養活醫院議員的數據 在公園單純做普通的註冊醫護 申請就有機會高達6萬3千元 比在公園的諸科護士申請更加高 所以強制下 只會令更多醫護不考註科 直接走去私院做普通的註冊醫護 加劇公園的入場室 第三 走去海外做專科 公共醫護醫生協會會長 零少子都指出 強制下 有機會令更多專科醫護 直接走去海外執業 加劇公園的入場室 正如16年 英國同樣計劃 強制英科新畢業之後 在公園機構工作線 但根據英國 衛生及社交關聯局17年的數據 高達92千萬反對 多達計劃會加劇入場室 以至計劃最後的推翻 發問有關 你如何確保醫護專科不如之後 會關於留在公園職業 非離開公園 令令新老家庭人牆室呢 第二 罵上醫護權益 違反醫療病毒原則 一個醫療政策 不應該只是審視病人的權益 更應該審視醫護的權益 重平衡各方權益 然而醫護專科培訓時 已經是強制在公園服務六年 已經足夠共同公園 再無理由強制醫護專科不如之後 在公園服務更多年期 這樣就會免衡他們對人生的選擇 割迫醫護的權益 違反醫護政策定額的原則 所以六成醫生反對 強制到公園醫護服務一定不期 多謝 謝謝 tawa 嗯 大家好 呃 兩首 兩顆 フォ Sag申 エ 俊 美 人 梅 所以你可能認為現在是一個缺陷的公眾問題 你可能覺得公共醫療是不夠人的 市民後幾年才看到醫生 市民可能三分鐘自己伸眼著 又不知道都不是公眾理由 都不是公共問題 是不是嗎 我認為這個我們應該考慮醫護或人 你可能解決我才有什麼是公共問題 我們應該從這個提升醫生的 提升醫生代替解決我們這個不足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公眾問題 不是 好 看來有分學根本對變體的認識 都不夠理解公共醫療系統出現這麼大的漏洞 有分學竟然都可以說不是公眾問題 為甚麼今天有分學將健身的權益 零解公共問題上有分學交稅 是否會損害個人的責任 這個不應該是利益範圍 交稅為何不是利益範圍 這是個人財產來的 你要將自己的個人財產給政府 為何不是損害個人的責任 有分學是否會損害個人的責任 我們現在是在講醫院問題 不是交稅問題 有分你先教官 交稅會不會損害個人的責任 是的 請問 是會損害人 我們現在應該是交稅 應該 為甚麼 因為公共利益是為 因為我們作為公民是有公民責任 而政府施政是要公眾利益先 在這個前提下有可能我們覺得公眾利益 更加是政府應該首選的 實際上有分立場在下 醫生的權益是否很重要 有可能和醫生權益固然重要 當我們現在看到公局面臨這麼大的懈疑 公眾現在看診了等幾年 甚至有些病歷看診 未看到醫生都已經死了 你覺得是否需要解決 需要解決,但為何一定有強迫 甚至是後面時間結束 接著又多 是否有解決發電話反應的情況 是有解決發電話反應的情況 我是要立即結束 因為如果是後面一方月十八月 便可以自行距離是否多 對 religious forms 而是否通常建立 可以進行廣告 公務大廈 和地埔文 公務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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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是否又要強制建築師去那種呢 首先你說專門醫護缺人 所以你就會被人去公益醫院公共 但其實建築業公益不缺人 是否又要強制建築師去公益醫學部公共共 其實我心想想 現在醫學需要去明顯大過建築價 因為他的需求大了 所以就要強制他們 可以做這個公益醫學部公益 如果以我方的位置為例 其實現時都是影響市民的居住 但現在醫療答案是人力 不通人力提供的錢 是的 既然你說人力那麼重要 那是否你又要為了填補那麼大的人 所以要無限的強制他們去公益醫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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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 如果你要留在醫院有一個一定的預期 例如你不是強制一定會留在醫院 但你現在又強制他要在那裡一定會留在醫院 所以現在的人手根本不夠 被問題提供 所以有人手公就不管醫學的權益 不管任何因素 無論如何都要強制他們去公益醫學部公共 這就是九方的立場 好了再看了 現在剛才如果你強制他們去做的時候 只會得到兩條路 要是醫生直接去私立醫院做 但這些人很少 更多的是會去藍醫院做醫院 才會去私院 見到8成2人做6年以上才走 其實不理解方法有甚麼方法呢 但現在是數據建設的問題 但根本實際上就不是有那麼多人 都是去公園 就方向學校 我現在見到8成2人 都是做了6年以上才離開工藍醫院 不,這就是直口方方便變速 現在方便還變速 就直方是一步變化 有3成4公園的理由 是否可以投的 是否可以投的 可以 第二 還剛剛的質素男子五男 看出六方和右方最大的分歧在於 一 大家的思考角度根本不一樣 六方認為政府作為施政者 利益是考慮了公共利益 今天香港有750萬人 大家同樣受惠於公共醫療體系下 即使有報 但當中有九成人在看公共醫療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九成人每次看中方輪候時間 起碼都兩三年起跳 他們當中有不少光光 在倫敦人的時候可能都已經頂不順 寧願自己給多點錢去看私營醫生 但問問是他們給不起錢看私營醫生的人又怎麼辦呢 有方同學過也不是醫生的原因是值得關注 但他們一直都沒有說過究竟公共利益 公眾大社會 但看不到醫生 甚至沒看到醫生已經死了 醫療質素下降 這些東西又是否需要值得考慮呢 第二就是有方同學相同標準 有方同學開面自己都會說 原來有八成多的醫護都在轉科不業後願意留下 那即是怎樣 其實大部份的醫護對於今天變態度 不會有一個反應的政策 不會有一個反應態度 因為他們正正正正在做變態的事情 而我們想做的就是留下降低的部分醫護 令到公營醫療體系的人手再作增加 那有方同學公共醫療系統的人手再增加到 是否利署呢 是否可以解決公共利益的問題 那有方同學沒有搞清楚幾件事就是 人手的問題究竟有多麼急切呢 轉科試開車行車你也要等幾年 大家想像下手指只是頭痛 和一級都已經很難頂 等同學是個三個肛痛足幾年 又是怎樣的折磨呢 心臨不性 甲妝師以上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短期致命 但又容易被判判成悲緊急的病例 請問這幫患者等不等到兩年呢 病人自身在每一天都隨時可能惡化喪美的危險之中 是否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公共醫療問題 如果是那有什麼被今日面提及的加納光見影呢 第二是人手短缺背後的嚴重性 2018年 醫療傷害肌院有個病人 就是因為護士太亡 導致沒有剝導癒氣增而死 前次醫生聯盟主席黃嘉英說 事件反應公認的職員 每天見過無止益的方案和立法情況 根本沒有走下去調整 難怪的 例如急症漆的病患比例 達到1.8比1千 又不及超過30年的公認肌院 換同學醫生說 本日只要看40至60個病人 即是每個病人只要看3至5分鐘 走進去問了一句又病死 沒有想問醫生的事 這樣就已經是成了體性的過程 醫生再無奈都只能夠 因為過長的隊列匆匆匆看症 請問這樣的醫療質素又可以 去哪裡呢 為了救大醫生 都是因為差了一件事 就是人 全港醫科生畢業 一年有425個 根據港大醫學院的數字 有7成會讀專科 然後加一條兩成 一年都有60個專科 3年就是180個 5年就是300個 有可能學這300個 肯定會加入公認醫療體系的專科 是否你們需要 謝謝各位 謝謝 還有各位大家好 第一點 有空環現況底下培訓 但专科医生有了很多的公罕 所以专科医生有责任留在公营医院 去理由他们的天资 但首先按照有个自己的逻辑 因为专科医护得过公院的培训 就一定去公院留下一定年期服务的话 那官校都不够好事的 所有老师都是用政府的资源去读书 去拿教育的文化 那是不是要强制所有老师 去官立学校那里教书呢 其次就是 现况下专科医护是否完全没有回报 做过公立医院呢 我相信不是的 因此专科医生在专科培训当时 已经强制服务 已经强制公院服务六年 甚至就是根据食物和卫生局1819年的数据 高达8成2的医生 专科医护是会自愿留在公院 做多六年以上才再走 都离合自己的天资 所以当于专科医护训当时 在公院强制服务六年 加上自己自愿做多六年当时 为什么不是在回报医院 为什么你强制一至五年才要回报医院呢 第二 有方说强制 强制下可以填补到专科医手的空缺 减少病人的轮候时间 减少医生的公众效力 按照你的逻辑 某个行业的公营机构不够人 就可以去逼人 去相关公营机构 一定连续的话 那意思 建筑业的公营机构都是很欠人的 是否强制建筑师 政府建筑会不做都完全没问题呢 甚至就是你强制医务专科毕业之后 无限期在公院服务 才是在你立平底下 真正填补到医务人手空缺的方案 是不是有不立平底下 又要这样做才是最好呢 再者就是 有科 根据有科的立场 根本就无法解决专科人手空缺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 医护专科毕业之后 只有两条路牌 一是直接去私院做事 但是前港澳东联网总监陆 志聪和我们说 很少人会这样做 所以他只剩下一条路牌 就是先到公院做一阵 再走去医院 再走去私院做事 所以当绝大部分医护专科毕业之后 本来都是公院服务六年的时候 你强制他们毕业 留下公院服务一至五年 这个方案完全没有压外的理由 甚至就是 我看到专业医务人手不足的根因 不在于有没有强制 逼他们留下做事 而是在其他因素 例如是晉升机会的不足 因此政府承认医生专科毕业之后 在公院医院工作了五年 就可以晉升为副顾问医生 但是前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 会长马仲彥和港 现时副顾问医生的晉升职位 根本就不够 最终只要令到更加多的专科医生 等不及晉升 在第六年开始 就直接离开公营医院 所以要增加副顾问医生的晉升职位 才是由根本令到专科医护专科医院 在第二个打扮都肯留下 继续去专服公营医院做的事 更甚至就是 在强制之下 你的方案底下 只要令到更加多的人才流失 谢谢各位 请问医生的晉升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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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作为一个方正者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当然是公共利益 醫療問題就是公共利益的一部份 有位同學說到影響醫生的高位權利 但同樣要交稅 同樣要綜合法律 這些就是影響你的高位權利 你可不遵守法律 有位同學 另外有位同學 另外有位同學 也似乎是一日在門客的醫生 事實告訴我們 醫護對於這門政策接受程度 遠網有方所謂的救援面 根據視音、立法院意見、林志源的數據明示 醫生等這個政策支持率 其實也有接近4成3 無時通達5.3 多於一半 有方所謂的大部份醫生 通常對這個政策 其實是屬無規之談的有方同學 原個專家跟大家跟大家說 可否 cit吐 之旨 另外 這旨有名這 Robin연 目無所謂的 alluded 我想問,如果我們接觸都說過,我們要穿土地醫生,換來畢業生,其實也有六十個,我們要看一至五年,其實也有三年,三年中科畢業生也有180個,我們留得住180個,其實也都是多於零,有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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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二十個群科,醫生,高人,自由,我們接觸,但不是有朋友, 和政府最新,最新的就是這班醫生,接著立法會文件,有一個醫生,一人要五十五萬,坐上讀六年,即是分給政府三百三十萬,是其他大約三十三點六萬,我們去專科要讀六年,現在放那麼多錢,我們是期待社會動量,為社會,因為運命關天,醫療人才多一個都好,專科探診基層等事件就很好, 兩方跟我打給你,就是給家用那樣,同時跟你說,我養你這麼大,你是不是應該要給家用那樣? 一看一看一看,大家好像沒有飯那樣,會說,蛤? 什麼你養我,就是讓我養回來的人?但又是一、三層,一層,做人之類的,本工資格不太多年? 難道,你可以看回父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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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不是在標籃你,不是家裡的財務,還肯叫你給家用呢? 你家裡已經跟副村都很想要求你,麻煩你,我可以回來幫忙啊?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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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y 接著是反方第二部位置 我覺得不出門 不出門 最後各位大家好 先看看有本主編 提出沒甚麼數據 他說現在要填補專科人手空血 他舉了故事流失落 都沒多的例子 但到底有護士流失落這麼高的原因是甚麼呢 原來醫管局2022年的數據 護士流失了相對高的公立醫院 醫理沙白醫院 只有1成1的護士流失 是因為想去私立醫院 我就有幫幫你們講給我聽 但其餘絕大部分的原因是甚麼 原來就是移民 家庭一數和進修 所以很簡單 今天有幫你答案是 針對這幫護士 你會不會照樣強制他們去公立醫院工作 不讓他們移民 不讓他們因為家庭因素而辭職 若然不會的話 到底你要怎樣玩 分別絕大部分護士 從而填補絕大部分的空缺 其次的是 其實因為有幫 現在要投入公眾利益 因為人命有關 多謝你的有幫同學 你知不知道現在 專科醫護人士 這麼缺的根因是甚麼呢 就連香港秘療外科諸科醫生的國家也指出 原來公立醫院諸科醫生 流失的一大原因 由此現中 都是因為盡聲機會少 雖然針對於網方看出 增加顧問醫生這一個方案 有幫完全沒有回應過 但相反 看回有幫自己的方案 他的方案就是強制他們在公立醫院工作一至五年 有幫極理論 今天就是論證了現在社會的問題很大 因為很多人論後時間很長 很久都沒有看 但有幫你自己看出的方案 你有沒有論證過成效呢 正如我方所說 現在八成二的專科醫生 都要致願做夠六年 才離開公立醫院 所以其實跟有幫你意識的做法 比他們要做多一至五年 是沒有任何分別 亦都沒有任何額外利主 所以其實有幫你都論證不到 現在這個方案的確有效 能夠填補到人材落實 的其量 只能讓你們環境到小部份的人手 再者就是 今天有空漠視醫會的醫院 他只是極其反而不走 因為小部份人 但他將其餘醫院 其餘醫院 全部躲在島上搏一搏 看他們會不會反應 看他們會不會走 到底是否值得呢 所以最後更多人 只是朋友流去了海外 所以真正解決問題 都是要加進聲機會 所以今天有空強制服務方案 不是對證下藥 沒有辦法解決到人材特色的問題 再看看第二點 因為有方覺得 現在醫會因為受政府資助 所以接受了本分 有格 又要描述政府和社會 還有公眾利益 大於醫護自己的權益 但有方很好笑的 我們今天開出的論列 是減低醫護的工作壓力 所以有方也認同了 醫護的權益需要來做善 不是大於所有公眾利益 但現在有方做法就是 因為現實囂念不夠人 用盡一切辦法調補人手 為何一定是服務一定連續 沒有限期呢 這些有方沒有解釋過 還有為何一至五年 就是足夠回報現在的政府呢 再者 現在九成二英國人都反對 這個方案 有方需要解釋 多謝各位 掌聲鼓roi 相應順便 靠近10秒 放超時數上 海後 看見任何由裏面的環節 ъ初一個為有 3 兆缺少時間 多後 不快 12 兆缺少時 就是 本人會輸入另一方四年間 分開市由派出入偉後 多外面一面發現 而每個面原 都必須在虎華市發現 而虎華市建築時 在情人士發現 由便原重新發現 每次正常提出 屬實的話 已經變成索手,一方就會被你捕, 會被你捕,會被你捕,會被你捕, 身方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這個時候變成馬子, 一開始,剛才齊齊的方, 因為會變成索手, 剛才右方的開面已經回入了我方的問題, 英文、納須和法例, 選害的課人利益, 既然是這樣,為什麼政府不應該立這個法例呢? 右方,剛才剛才說的, 你可以減輕現在的英國工作,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會有六成幾正在做事的資深反對呢? 那我問問, 究竟選擇投資納稅, 我覺得選害的課人利益是否不值得留學呢? 學科學全都沒有講過, 學科學全都沒有講過 好,右方和我都明白, 公眾利益的樣子, 的確是會成為私人的第一個考慮, 最大的問題, 公眾利益大沒錯, 為什麼大力大? 因為人手不足, 右方和人手多了, 可以消回公眾利益? 是的, 公眾利益要考慮, 但你一負自己都說, 原來醫生都會加數, 都會將手法例的時候, 為什麼醫生權益是公眾利益的時候, 不需要做事? 當然, 政府一向都很重視權益, 因為我們都不會強求專科醫生來公立醫院, 但問題是, 有方和我今天,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同不同意, 輪候時間現在很長? 你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 醫護說了, 給醫生, 專科醫護做夠, 五年就可以升入副公眾醫生的時候, 沒有做夠? 不是副公眾醫生的問題, 現在是本身人手都很缺的問題, 有方和我同不同意, 現在輪候時間, 長不長? 什麼叫做? 不是副公眾醫生的問題, 醫生得不到諸種, 才不是走自然, 變成人手流失的問題, 所以才要令病人輪候時間加長, 你同不同意? 是否不代表人手短缺, 就不是問題? 人手短缺是一個問題, 但你現在做一個方向, 領域這班人, 再走慢, 為什麼會加強人手短缺問題? 有方都明白, 人手短缺都是問題, 不妨我們又被他們做部門醫生, 又解決人手短缺, 又有什麼衝突呢? 其他反方和其他問題, 是有什麼固然貌勵的地方呢? 怎麼會沒有衝突呢? 自己的方向, 就是令到醫護反感, 令到六成的機會抖人的時候, 為什麼會沒有衝突, 檢查了三本層? 有方向其立正, 為什麼六成醫護會走人? 我方義父都已經說過, 同樣有五成幾個故事同意, 還有醫生的GC率都有高達四成, 而這個前提是, 調查是未經過資訊的, 所以經過資訊之後才入行六成, 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的醫生? 沒錯, 現在英國資訊之後, 九成二的市民反對, 甚至英國衛生部服長自己都說, 這個方向會令人才流失, 所以你的方向是沒有成效咯? 有方和我們看看香港, 現在香港是非常時期, 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 所以才用這個方法去解決現在這個問題, 我再一次問一方和我, 同不同意現在流行後時間很長? 英國是非常時期, 英國同樣都在營成, 現在還有九成二的市民, 衛生部服長自己都走出來反對會流失人才的時候, 為什麼香港是非常時期, 英國同樣是非常時期, 英國可以做, 香港可以做, 香港可以做。 你問鄭英國現在有兩年、三年後, 英國的醫生, 是否有1.8個醫生是一千個病人? 我看不少是他論證, 我看至少見到的就是, 現時英國受了政策之後, 一年後自己推政策, 衛生部會長都說沒有用的時候, 我們論證到今天這個政策完全沒有用, 而且是反後的, 所以請問有, 現在醫生自願流行六年, 是為了進行副顧問醫生, 例如馬上副顧問醫生, 是怎樣留下他們呢? 但有分鎖, 但現在英國的情況, 是願無學校那麼嚴重的? 有分鎖, 知道嗎? 為何可以這樣做? 有分鎖, 一父都說了兩地的情況, 有分鎖, 一父都說了不需要比較, 就是兩地的情況,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是否可以類比得到, 因為類比成功的前提是, 兩地醫療情況同樣嚴重, 但現在你看到香港本地醫療問題 那麼嚴重的情況, 為什麼不應該即時增加入手資? 對, 所以副顧問醫生以後, 有可能會完全答案, 他只要增加副顧問醫生, 都才可以留下公院的專科醫生, 所以再問, 可能現在公立醫院的專科護士, 人工只有六萬多元, 但任何醫院,私立醫院, 普通護士, 人工已經有高過公立醫院的專科護士的時候, 你怎樣留下他? 有分鎖, 我們問過你, 副顧問醫生, 說不到是問題, 人生專科是否也是問題,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同時解除這兩個問題呢? 可以將次的政策給他們做副顧問醫生, 也可以做這條政策變態, 那兩者有什麼衝突呢? 我剛剛跟你說了為什麼沒有衝突, 因為你這個政策會令他更加人手難失, 英國衛生部都跟你說了, 原來人手難失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衝突? 有分鎖, 我問你副顧問醫生的政策, 和今天面題有什麼衝突? 為什麼會造成人手準確呢?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 噢, 做不到副顧問醫生, 晉升機會少的時候, 他會自然流失, 才會出現你所說的人手準確問題, 所以今天有分鎖, 有分鎖, 我問你為什麼不可以同時做副顧問醫生, 又做面題, 有分一直問你, 他都答不中, 沒有問題的, 我跟有分鎖, 不如一起做吧, 一起做吧, 解決了他們不想走的原因, 是不是有分, 又覺得今天面題是你一起來了? 是啦, 有分自己也答不出, 有分一直跟你說, 不可以相互一起, 是你一直知道, 反正更加加劇你的問題, 有分不聽過, 再問你, 公眾醫生都在公眾體驗裡面, 為什麼醫生都在公眾體驗裡面? 有方同學說, 公眾體驗裡面, 但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看到更大的, 更大的, 在公營系統下, 受到, 受到不, 他們不應該得到的待遇, 那些人, 輪廓時間不夠長, 有什麼問題呢? 再說, 有方主便自己也說過, 一百成多的醫生都主動留下了, 既然這樣一方同學, 是不是都承認, 其實你們說的代價比武力上場這麼大呢? 多謝有方, 承認了八成多的人, 自然留在做六年的時候, 你的方案之下, 一定認, 一自然, 根本同學, 沒有分別, 沒有壓力處, 那兩成多都是幫到的, 但其實你膽子, 既然是這樣, 有方, 你認不認你們說的, 會說得到的醫護, 其實沒有你們說得到任何用呢? 所以有方, 立場倒退, 因為大部分人幫不到, 就幫到小部分人都好, 所以有方的利主, 他會幫我的成效根本, 有方和方立場, 從來都沒有, 他會從來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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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吃到你的味道 你也要吃到你的味道 好 。 40分钟 10分钟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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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钟 2分钟 5分钟 5分钟 大家好 首先我们刚刚有光滥在地鱼里面 有意识意识研究 我原来这个方案 是幅度不到8分钟 醫護病院繼續留在公立醫院服務 他只是能夠玩到一個一成小步的問題 所以有他的作法是為了玩到一個一成八的醫護 將剩下的其他願意服務及公立的醫生放在腦袋上 看他會不會離開 不會離開 到底是否不行 其實最好就是會離開入床 留在訪問 所以根本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要更加副部門醫生 剛剛有幫忙說了甚麼 英國和香港的情況不可以離開 為甚麼 有幫忙自己都說不出 他只知道留在甚麼 因為現在病人不透過時間很長 為甚麼留在時間 因為醫護得不到他們的尊重 沒有增加副部門醫生 沒有政府承諾給他們的副部門醫生的職位 所以不走 所以有幫忙根本對他證明 他這個強性查理下的承諾是甚麼 只是能接副部門的問題 所以今天可以由兩方面來證明 第一 醫生權益 其實今天網方和警方更大更方便 就是你方覺得有問題的是醫生 是醫生拿過病人 自己走去不施納 不是制度問題 但網方看得通透 知道應該從根源解決 今天是制度問題 而有方要求醫護 服務公益一段時間的目的 都是想減肥 要沒有工作壓力 以及有穩定的醫護人手 我方一副或二副問你了 你想這樣做的話 那無限期服務公勒行最好 有方答也不夠答 我剛才有時你也知道了 那種病人的權益 抹視醫護權益 是很不合理的 但今天有方去做法 正正就是默示醫護權益 他強制專科醫護服務 勒勒權益保人手 我相對過多種流失的原因 我正在說回來 就是醫生 絕大部分離開的醫生 都是做了六年或以上 因為他們發現做多生氣都很好 都是生氣質疾 所以在你的流程理下 你的政策理下 一來他就是做 或是你的一至五年期後 他不會走的 也沒有假定的問題 再看護士離開原因 例如你主見所說,四成的護士離開公立都是因為要言論,而不是要離開公立去私院 那你就不讓他們回問,不是的 所以在你政策底下,一米強制服務公立醫院有甚麼用 第二,聽事件,你方案底下強制服務公立醫院一至五年 但這次大部分公立醫院,好像八成二的醫護,都要夠勞弄才走 你一定連皮腸症有甚麼用,有甚麼押理處,有方剛充滿主治之後都成功了 所以有方,今天不理原因,不理時間,一見到有流失就強制醫護服務公立 只會造成有方主念所說的反後,更加造成有優勢流失 其實前幾個長位醫生,之前有那一塊說話,我好深刻 如果你想穩定,不穩錢,不要做醫生,因為醫生有方,跟醫生有那麼好的都不理會介紹 很多人以為醫生是天智天智,是社會貢獻給他們的 但我想到背後的心思,於是下方,還要不斷壓榨他們,無窮無罪索出他們的決定 今天有一封的邏輯是,你是專科醫生,那你用了政府的錢,陪分他們 你要面負社會,但同樣的邏輯一附過來,老師在做老師的時候 受到教育文學,同樣受理之中,收到復分,同樣決定 那為何教導師不需要被強勢,功勵教書,然後醫生就要 其實因為醫護權不通病,權益是環環相扣的 然後有一副一副一副,不斷跟我們說公共利益 醫生都要交信,都要將手理過 那為何他的權益就不需要被重視呢? 所以有方自己都知道,現在要解決的是醫護工作 但是,造成這回事,好像你一副所說,每個病人流時間太長 因為每個醫生都要有40多個病人,造成醫療事故作宣傳 多謝各位 反方見面是時間為4分03秒,沒有超時,不能夠分 因為是反方和正方見面 有4分之時間,就能夠分辨 可以 大家好,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怎樣呢? 你已經在輪候面前,人人平等 大家香港實際情況是怎樣? 在輪候面前,窮人死近了 死近不是我方亂作,而是已趕到西內拖為例子 事實上要等兩年半才可以轉科醫生 等那麼久事便沒有事都變成有事,有事都變成大件事 直接導致這個狀況,就是因為醫護人手短缺 我方主要問我有方,有甚麼辦法可以做到即時有效 補充人手,以及持續長期穩定人手 有方便說小晉升,又說人才流失 但有方是否今天證明了這一堆會發生的事 是因為這個計劃所才流失呢? 我們是否為了未知沒有根據益測而放棄有效的人 我們知道有方,總結是今天有方罷了幾大的錯誤 錯誤一是轉移時線,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是增加副顧問醫生可以做到的 我方都不反對有方提出的這些方案 多管齊下,角色線醫療會員是好 但今天變態是應言否論 故今日可以選擇,就之後做、做、做 其實有方都明白你的方案是即時有效,持續穩定 所以才選移時線,從而是漠視社會共識 事實上一句說話就可以總結了 政府有決心,社會有共識,父事願願做 醫生都十五十六,他們可能只需要更多的細節 而今日變態是提議的,之所以有跨黨派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社會上 這群通情達理的人都深深明白了 而現在公用醫護的人手,短缺問題 已經到拖鴻可拖的程度,不得不留職解決 現在情況嚴重到連政府的申請報告 都會在一年內可以將專方量的時間減糧成 各位是一年減糧成,你敢感受到多有緊急 錯誤三是漠視公眾利益 我方總結也提過,政府為了陪伴一個 醫生要三百萬公帑,其他效果是3.6倍 但各位有方便說要權益,醫生很慘 其實政府都很重視醫生權益,所以從來都很強求過 專科醫生來公立院 但當今日醫護流失已經嚴重衝擊香港醫療系統 令政府原定的人手拖鴻不次預期 是人手不足,迫在明智的危急處逢之秋 社會是否應該希望醫生盡堅清 來公立院多幾年拯救香港之民 是否真的這麼不合情理呢? 作為各位,我們看看按照有方立場今日的香港是怎樣 這幾年移民潮加上司院搶人 等於公院人手不足的問題,可常加入 專科診證條件越來越長 在有方的香港,專科醫生現在面對公立院長 而一直爆煲 非急症的病人至少要等兩年 而因為病人太多,醫生不忍病人等那麼久 所以長期超壓體症 而最比試的硬幅為例,醫生要診至6100多病人 初診的人都要4年 本身公事長,醫生少了,還會壓力大症,隨時崩潰 而長期超過狀態,而非會影響判斷 出現了醫療事故,而影響醫療質素 在有方的香港專科護士面對的是 人均負責的病人大症 一天真的做十幾天都睡覺都沒有時間 因為他的工作部落壓力太大,而選擇離開 在有方的香港護照市面對的是 性命部發出了保障,所謂病向前中醫 但現在市民是病都無得醫 在醫護人質疾病院的情況下 鴻夫市民不夠先看私院 只能等3、7年第一次公院醫生 但在醫療系統都流近、崩潰 香港想看醫生就能夠排足幾年 當中市民病嚇過為新 都未看到醫生 連僅存的身處醫護都沒有 我方都明白,專科醫護 好像有方所說,是有點慘 但我方也不是要求訪醫護一生 而是解決醫護人生的問題 黑不愈悶 所以今天我方方可以即時減低壓力 醫療質素可以得到提升 為何不應該做呢 最後希望有方可以放下實現 真正為香港市民為醫生著想 支持變態 因此今天變態你答應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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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分鐘 22號 午 消息 地製有一個段落 請大家樂隊同首等下 劇大平空最加熱量 佔助言人 各位的總書 是今天把我們開箱面的位置 選出表現 男力的三位 在雇軍中刑如分數 最加緯也是30 此間的緯選10 其他緯選10 記憶會公開著 笠什麼 謝謝 冰箱 炒熟 。 公園设计划 是代表的監査方向的過程 現在請香港大外設議論 許可選給麗玉小姐 首相公表演 謝謝 主要說是三件事,一個人就有200多方案 可能第一點就是關於B庫,是否真的反入 其實雙方,我會覺得理會反應這件事是一個問題 當然,坦方便會說,現在本身也有成人反對這件事 這種情況,其實本身應該沒有一個很… 也很確立被處罰的反應,反而是用一個反應的法徵的數據 他會回憶,他本身也會想,為什麼會突然反對呢 但其實我覺得兩邊都可以再思考一下,怎樣說呢 其實針對反方來說,你說有成人的反對 但我就會想的是,其一他反對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是覺得,因為強制了,我就立刻很不開心 或是因為強制了,連我留在中院,我會暗淡一下 但這個就是,我真的很想去其他地方 但你覺得留在中院,我就會不開心嗎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可以想的反對原因有很多 而針對的情況,你如何回應他這個所謂反對的數據 覺得比較可憐的做法是,你嘗試 譬如說了解一下反對的原因 是否因為他真的很不想留在公園 因為他純粹因為這種強制了,他就已經不開心了 那了解完原因之後,對反方 我覺得是比你更容易處理多了六成的數據 而針對著,可能證方 用那個白城本身會留的數字 我就在想的是,證方會說,白城本身就想留 所以為何會反對,然後離開呢 但針對著反方的論述就是,即使他本身會留 但你一強制了之後,他會反感 所以你只是要找他來擱一擱 我覺得這個是,在我心中的這兩件 是打出一個禍的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其一,證方都說,即使白城本身想留 我們都多了一十多 但反方又會說,可能你的白城會很慢 所以兩邊都沒有真是可以落到一個結論去說服 究竟他會不會留 又或者他會不會真的單單因為反感染,不可以離開呢 因為其實,在我的認知裏面 醫院的專科部分應該都挺珍貴的 即是可能做了專科醫生 和做一個普通決策醫生的分別都真的挺大 雖然你們會說,身仇屬病的分別不大 但我想,如果他是一個對自己的醫術任將求醫生 可能都會覺得是頗有分別的 在這個情況下,他是不是真的會這麼簡單 因為我被人強制服務,我就會放棄這個 這麼好的專科衛生機會呢? 他會覺得比較多 但是,針對證方來說 他是不是因為本身會流行 但強制了這個必成會計劃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值得相比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兩邊在這一方面都不是很適合的 但是那個問題在於這個,我覺得是反… 相對而比較像是反方的一個政策 要令到一些人真的會走 或者真的會犯犯的情況下 那可能在這一方面上面 就會稍為失效者發揮 而針對著第二點呢? 就是說那個成效的位置 譬如說反方會說 現今的成效是因為他本身都會流 那你那個額外理處不大 那我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現在整個都提到 有些少許麻煩 你會用八成的數據 即是如果八成就流行 但你又說八成會流 那就是麻煩理處不大 那我覺得這件事 在論述上是有少許麻煩的 其次就是我會想的是 那如果八成本身都會留在公醫院做六年 那之後它的歷史原因是什麽呢? 即是會是真的好像你們這樣說 是無重症階規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是正方可以再研究的地方 那第三件事就是關於那個反方案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想反方案最主要看出的反方案 就是關於護問醫生的重症階規那件事 雖然政府沒有怎樣去問這件事 當然就沒有因此的正方分 但我個人心中會有少許疑問的 例如說 雖然政府承諾了要給予它一個進行階梯 但是實際上它做不到的原因是什麽呢? 其實是真的因為 譬如說是經營醫院沒有辦法去 提供到那麽多護問醫生的席位 還是它本身這個所謂提供進行階梯 就是特地上是可行性的手限 會在想這件事 如果政府真的想做 而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再提出說 我們改善進行階梯就行 我會覺得這個反方案 在我心目中的作用問題 是在這個前頭的 因為政府試過但最終不得 其實代表這件事是不太可行的 而再者就是提供了進行階梯之後 到最後會有多少人是真的留下呢? 這部數據的法案來說都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你們會說 很多人因為有進行階梯而走 但是有多少人又會因為有進行階梯而留下呢? 當你們說到那個工資是這麽不平衡的時候 其實是否會去試圖做一個 即是做一支科醫生 對他們說的認同呢? 那所以就是 根據反方案的論述上 我都覺得有一些得足 即是有很多人的研發 不過正方沒有提出 所以就不可以分手 謝謝 現在最後請香港中文大學 讀書院 一定會對於唐四天先生 或者委生方面去理會 剛才的證判說了很多 即是兩個主要大的資訊 那我就想在第二些方面 我想說一說大家的主事先 那其實呢 今天雙方開場 那些主事呢 我都是覺得正常的 我唯一呢 有少少想挑釁各位呢 就是正方你們開第一個是公共美 但裡面是包了兩樣東西的 即是有人命 以及壓力減少 那我覺得呢 我覺得呢 我覺得你們主變的區域 有少少太簡單的邏輯 即是 啊 那你多了醫生 那些人就能量少了 那 那便幫了他們 即是 OK 我理解這個事實的害人 就是你們 真的在用一些數據上 呢 可以用多一點 因為你們其實今天 由主變 一副啦 二副到二副呢 都在說 啊 沒有病便有病 就是你想說要病向前 但沒有病便有病 有病便大病 這個量上講得太多了 就是我覺得 首先第一主變 你應該用多一些數據 數據上 或者一些 一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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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口號式 或者叫做 一些這樣的想法 應該會留下來的 所以就是 第一個 當然 就是 可以用多一些數據 以及 沒有不同的方法 第二 就是 我覺得 你們今天公共的一個人 就是 同質素 那些 我想 你可不可以 混合完 因為我有一陣 聽你的 其實你已經有三個 只不過你是用兩個 所謂的 但是 這個是 牽涉到你們設計主線的問題 就是 我順便說 就是 那個 推進的問題 所以今天 雙方都沒有什麼推進的 但我先講正常 就是 你們其實背後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 就是 那個 公共利益的 那 可能 第一點 就是 你們有肯說公共利益 很重要 但是 為什麼公共利益 凌駕醫生的個人選擇 或者凌駕醫生的個人選擇 或者是凌駕醫生的個人選擇 我聽不到 可能 都是 反覆你們 不斷說醫生的個人選擇 或者是 他們一個醫生基本人權 很重要 但是 為什麼 因此凌駕了公共利益 就是 大家可不可以說 大家很重要 但是 誰贏到誰 我今場聽不到 所以我們在這個位置 就是 你們主線 不會是 我給政方的建議就是 其實 首先 推進方面 就是 其實 你滿足到的需求 和你提供到好的服務 應該是 兩個階段 就是 你首先 你起碼解決到 是一個basic 跟著才說 怎樣坐 譬如 那些診證時間 那些診證時間 可以再度身訂做些 或者一些藥 怎樣可以再醫生幫你 看得好些 其實兩個很不一樣 但是今天我覺得 有點浪費了 就是你們將這件事 混在一起 其實應該是兩個層次 那你就有 就是你後庭 就容易推進 但是你們今天 因為用了那套 所謂 真是沒有五有五有五有 那你解決到 那他們又生活得好些 那大家就等少些 就是這套說詞 太容易 將你們可以用來推進的 都在一起 所以有點浪費 這就是對於正方的主線 那五方的主線 我覺得你們兩個項目都很合理 我唯一有一點質疑 就是和整個情況 就是你們第一個項目 你們說有三個情況 但是我覺得你們主面開出來的項目 是沒有例子的 因為你們第一個是說 他們會直接不做醫護 那我接受聽 是有選擇這個問題 因為我想不會因為 做多 就是要強制做了幾年 而不做醫護 而更加 就是另外一個位置 你們沒有 沒有給資料 然後第二樣東西 你們第二個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選擇 就是走去做普通醫生 都是沒有交例子的 而這個位置 我相信你們五萬 和六萬三個 是醫生 是一個護士的 護士 OK 就是因為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我所說的 我所說的 其實應該是 每一個普通醫生 都會想成為 鑽採醫生的舉例 我都希望可以促上去 所以你怎麼說 而又沒有講幾多人 真的沒有一天 可以變得促進的狼心 我就是一天一天的 然後 你第三個 即是第三段 我會去我一位做 但你提出的例子 是NHS 英國的NHS的例子 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位置 就下回香港的例子 因為如果 你們在主任的時候 你們的方法 就變得很多說服 當然因為後床 我這個位置有給了分別 因為正方部 真的很多 去質疑回應的部分 所以你給了分別 但我覺得主線設計上 它會更好 然後第二件 第二件就是 就是個人權益 如何凌駕公共的事情 我又是聽不到 所以我真的 有點浪費了 然後 我就主線 然後第二件 我就想講講 你們有些攻擊 今場 因為真是戰場國家 我想講一些攻擊 其實我覺得今場 大家都有些攻擊 而雙方都沒有什麼回應 我再再講 第一個就是 其實政府有幾個攻擊 你覺得OK 第一個就是 都說我跟後床的問題 就是 你又八成 就是你八成想做 就是說 八成人會留在這裏做 那代表他的事情 不會太反感 這個可以太有備份 但是我覺得 不太會 是你們向後床 你沒有什麼好捉緊的事情 就是 我 因為 當於後床 政方去到3D的時候 就能夠回應到 但是 這個應該要整理多些來講 而第二件事 我覺得也挺好的 就是 那個 沒有什麼人反對 就是 你們本身自己都有自己考 還有 就說什麼 法民建制也OK 跟著 市民也OK 我覺得這件事 也是可以講多些的 但是就是 因為 你們沒有好利用這個攻擊點 還有我覺得 你們可以多些去嘗試 去對面兩個論點去回應 因為我覺得 你這一副 然後 你出了兩個投體 我又被迫的 但是 後來就落了底部 那我就覺得 有一點可惜 就是 既然如果 你是有勇敢 就是你有信心去反駁你的 那你應該 要多些去對面的論點 那以後都是 就是我會鼓勵 就是 你有一個一個人有的 即是雖然你省一點 但我聽到你是有反駁的 即是你 有一個人投體 公共來的 醫生權 也有打輪子 那些數據 還有也有 也有很多人 一百五十個 就是多一個 但是 我就覺得 周遷雷言 沒什麼跳進去別人 因為我兩年都會打 對 即是說 所以對於反方來說 我覺得 你們有些攻擊 我一開始是有少少疑問的 但是因為對方 沒有質疑的關係 所以我在後場 反而因為這些攻擊 有給予你們 例如 你們有說 我覺得最多的是 建築師 首先第一個 你說 即是你們推到的立場 就是按照你的立場來說 那 那不是應該一輩子強制他們 才能最幫到香港的情況 一開始 那時候呢 我是有少少 我是未必要給予這個位 因為我覺得 那正方原來講 就是我們strain 那個balance 一定連結 即是你放開出來 這樣就OK 但是 正方沒有誤會 這個位 所以後面又給了少少分 但我相信 留一想就是 這個位 是有攻擊力 但是後面要用這麼多次 因為去到後面 一來撈出 再加攻擊力 二來制度 那你說 所謂的就是平衡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制度 還是很低 對 就不要用這麼多 還有第二就是 我那個沒有生的攻擊 就是我聽很多 我聽很多的就是 那建築師 有沒有強制 老師 是不是強制 我會想 就是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沒有給他 因為我覺得 你醫護和你建築 和你老師 那個 本質上是有些分別的 就是醫護第一 真是人命有關 第二就是 正方的誤會 三百多萬 真的差很遠 然後 你們就 但是 就是 建築師和老師 其實那個情況 不是這麼高 可能他們可能 他們可能會佔員資源少些 而來 他們對於那個 性命誘惑 或者那個緊急 那個 那個需要 那個緊急的性 那個需要性 不是真的這麼高 所以我現在的題目 不會分辨 其實按照你們的邏速 你們如果要推到你們的攻擊力 那應該是 任何行業 只要拒一不夠 政府就應該強制地去什麼 那你們沒有出這一步是對的 因為出這一步就變得很難聽 但是我自己 聽到你們這麼攻擊 就不會想到這一步 但是 因為 你們幾次用這個位置去攻擊正方 而正方沒有去質疑 所以 我後面有一次要不給分 但是我 自己始終是用question mark 這個位置 而這個位置 給正方的一個充足 就是 他們不停問你一些立場問題 其實 你們 可以勇敢 即是如果 你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你會勇敢自己答OK 即是如果 你覺得真的 建築或者老師沒有問題 其實在你的立場底下 有些問題 你會答OK 因為 這個位置比較感動 就是有些閃縮 那些立場位 那我覺得 你答yes 都不會以為 真的不會以為 你一答yes 就馬上無分 你解釋到 就OK 所以你們可以勇敢一點 尤其是 特別是 我覺得你一兩次避 都算了 但如果 你真的用多錢 你可以再勇敢一點 或者正面一點 去回答沒有問題 那 那個 加坊就會再精彩一點 再回答更多 那 跟著 是的 大件事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正在反方案上面 正方 對於反方案的攻擊 我相信你有沒有 預計過 會打這個反方案 都理解的 但是 你們對於人 反方案的唯一攻擊 如果我沒有聽錯 就是雙管柴 這些 我們所謂機械式的反方案 我一開始是覺得OK的 一兩位 但是去到3D的時候 很明顯雙管柴的東西 是表面解到的 就是 這樣就會 有些事情 就是 可能要 想到一些 就是想到 形容的攻擊點 因為 你不斷用回答一個 相關柴的 而對面有新的說詞 的話 那 做一個分就會去對面的做 所以 就是 在現場上 如果直接這個人 你一不就沒有回答他 或者就洗走問題 那 當然這樣 如果他不回答 我真的不會見 他已經跟同一個 講法 相關是相關 就算有些難聽 對於 反方案的意味 就是 你們已經問的反方 其實是有更加多的 就是可以進入更多的責任 但是我會 就是我會想的就是 你們其實只是一個反方 那 就是 當然有數據就最好 但是 一來 就是政方沒問題 其實 我都覺得是 如果政方問你數據 那些問你幾多 真是因為 副顧問醫生 而 如果你給了副顧問 他就在那裡 你是發不出的 那 但是 你們的反方 是沒有什麼 即是沒有什麼其他 的反方案 都是那個反方案 就是 那副顧問不夠 那就給副顧問他 那你給他 你五年之後 就升了副顧問 那就是 也是的 這個 只是一個反方案 那也是 那兩位是OK的 但是如果 在一些 即是多些交通的比賽 對於那些質疑的 如果用不同的說法 就不夠了 那當然 今天 政方因為無人於處理 對於自己來 就沒有太多質疑的反方案 那就是這個 但是 這個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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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第一樣 就是關於 那個表現上的 那我先講正方 那麼那個 那正方其中一個論點 就說會減輕這個醫護監告 其實我覺得選擇壓力這件事 要做得再多一點 因為現在簡單地說 選擇壓力這件事 要自然很多事情來做 現在少做的事情就行了 其實真的要選擇壓力這件事 其實都是很多方面的 這個都是給反方去想想這件事 除了工作之外 會不會就是 反方的危險是否進青階梯 是否那個管治出現的問題 會不會是行政工作有很多呢 即是說 純粹在人手上的壓制 有一點的補充 是否那個工作壓力 因為它沿沫 就只有一個很明顯的舒緩 這個是人手處理的東西 還是剛才說的東西 不是單純人手處理的東西 所以關於正方說的簡介化力的論點 裡面的內容 我覺得是 因為要講得再仔細一些 或者再穩陣一些 或者對於反方來說 藍衣畫的這件事 都可以重新 即是人手多助 剛才說的那種火力大力發力的東西 是否可以針對到那個情況呢 這個是關於正方的一個論點 反方的一個論點 就關於一個人才流失那裡 其實我覺得 都很明顯所說的 關於獨不獨 獨不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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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裡面只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可能是獨不獨 獨不獨 第二個就是 其實會加劇度 或者是獨不獨 因為它會深入很多 其實這兩個講法之間 有一種感覺微妙的樣子 其實 為什麼他們會去到私療那裡呢 其中一個就是專科 也有一個理由 因為怎樣說呢 其實這個醫生 她經常一個專科醫生 她能夠去私家庭畫牌 甚至是她去私癌 出來的那一間情況也好 她的專科和專科 其實都會有些分別 即是說 更加用於私癌去吸入她 或者甚至乎 她的生殘 比較好難 即是按一般認知 例如看家庭醫生 即是普通一個 即是碰頭的那一間醫生 你看到專科醫生 其實那個價錢是 那個基本層根 其實是可以同一個不同的 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 要講家庭 其實這個人才流色的東西 是需要多一點點量症 那就會好一點 因為再多一步 就是說她會去到國外 就會做測試 那我覺得 即是對於政方的提醒 就是 其實她可以執入成本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我相信也都可以找多難看 即是醫生去到英國 或者到美國 那也好 即是她的執入成本 要賺的東西 或者她所賺的錢 如正如我剛才說的生殘 的話 跟香港相比 兩者相差肯定是幾個 有沒有相差呢 那些東西呢 可能在動性上面 可以再做得多一點點 這是另一件事 我就想講關於例子的情況 其實就 例如正方來說 我覺得你今次用的例子 相對你會去分析了一點點 你所謂分析了一點點東西 通常都是講一個年期問題 即是說 那人說你年期多一點 接著你比方年期多一點點 基本上就是類似英類為主 我還覺得這個例子的規律上面 可能不是很夠 有不同的性質的例子 你跟論證你所講的一點點 那以反方來說 我覺得例子都相對 即是正方來說會多一點 不過有些東西 可能可以再考慮一層的 例如剛才提到 例如官校的情況 或者建築業 其實聽起來 確實真的很像 評議官校的例子 例如有老師 不過我覺得 作為正方的題詞 你當然這樣問男藥 現實上來說 按照現在來說 即是你說工作的老師 你真是有的 例如說男生 但實際上 現在的情況在輪廓的時間上 但你現在現況來說 每一所謂 基本上 都可以整個老師的 即是可以埋老班 你可以覺得那個老師給他最好 但基本上 沒什麼學校 甚至那些很明顯的數據 即是那一校沒有學校的老師 所以入本台就回到沒有老師上學 即是甚少這種情況 那我想提的是什麼呢 我想提的一件事 對於反方來說 我可以想到的就是 其實我正方的想法來說 因為其中例子沒有時間不長 那其實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我真的問一下 其實什麼是任何時間縮短 什麼是那個端長的程度 即我究竟用到什麼才為之短的呢 這樣才達到他們的目標呢 即每個例子 你說那個時間 是兩至三年 或者三至四年 但是我變成了兩年半 那我就做好了 還是你的端長量有那個日圓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究竟用到什麼地步呢 這個因為例子裡面呢 可以激發一些大家的想法 因為官投下結論 就是以學校為例子 老師不太夠啊 如果要強制定呢 那現況似乎 即現在我都請到老師 大家在上學 即你對一些人 無論去contract 和他怎樣都好 或者代課怎樣都好 經常都行 那由這些位置來提示大家 即是比較多的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就是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一個原則的問題 或者怎樣留意原則的字眼 就是應該是強制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會留意的字眼 那我覺得呢 本於政科來說呢 即是強制他結束到一個方法 就是一個合成的方法 即是做事呢 做什麼都做意的 因為都是有潛力的 即是某程度來說呢 都可以行的 但某程度來說呢 就是強制他做人 導致的呢 就是導致的東西 我只是用字眼 就是用分別字眼 是發明心的 還是要強制的呢 即是 因為我們對於強制的東西呢 或者對於凡方的提示 或者說什麼 強制究竟是不是 我做人的一個方法裏面 去到最後那個方法來的呢 即是我的方法全部都不行 我才要去到這一步 即是我要 這個是對於政科來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經濟的問題的話 其實任何方法做不做都不重要 你竟然應該做就要做吧 那這個作經是怎樣作為一個 一個離間強制一個方案呢 我覺得是在思考裡面 即是你怎樣定位一個強制的方案 對於凡方來說 其實當你思考這個問題 即是強制現在就是 因為凡方說的方法就是一個負負負責身 其實有很多方法都可以 那不強制就不應該是現在做 或者其實強制錯誤都不應該做 或者凡方的人想法來說 什麼情況才要強制 即是你去到什麼地步 究竟你的底線 即是或者你的底線 去到什麼地步才要強制 這個可能是正當於能力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大力度去看 謝謝大家 至於賓子雙口特別便宜貸照紀錄 協會各位是女的工作天候 上序到晚天空 參加馬牌照 謝謝 謝謝